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曾,今年48岁,来自广东 我叫赵李奇,来自广东湛江 这是我乡中的女婿 我今天带着小赵来是向我女儿求婚的 必须让我女儿嫁给小赵 上母娘带女婿来向自己女儿告白这第一次吧 我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想给她赶紧找个合适的人,赶紧结婚 我呢,也给她安排了无数场的相亲 基本上相变了整个深圳 但是就没有一个合我心意的 直到遇到小赵 我觉得小赵这小伙子真的非常不错 我非常喜欢 那她直接向你女儿求婚不就可以了吗 我有私底下也跟明明告白过 但是她也不答应,也不反对 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给过你明确的答复 对,我觉得她应该也是一个很慢热的人 然后我也是一个很慢热的人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每一次约她看电影 她都是拒绝的 我觉得这种 那你约她吃饭的去吗 去 那你有没有问过她 为什么电影不可以跟你一起看 这个难好意思问吗 这个是什么意思问的呢 你不是在追求她吗 我跟她接触也不是很深的 那种就很平常的吃饭聊天 那你问过你们家女儿喜欢她吗 她说喜欢呀 我说既然喜欢那么好的小伙子 我赶紧吗 那时候换了大年我肯定主动去追求了 每次问到结婚这个问题她就回避 以我一个资深的站在要结婚的年龄段被逼婚了这么多年的战斗经验来说的话 现在的女孩子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一个对眼的 别说几天了 有的就一下第一天看上第二天就去领证了 或者说 不是所有人都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没准这个女孩特别矜持 我觉得你可别好 我们要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去发展呢 说实话呢 我觉得这女孩还是不够心动 这个男生对她呀 基本上就是等于一被胎 实在找不着好的就她了 要是能找着好的呢 我再把她踹了 但是正因为现在小赵太优秀了 所以她的女儿为什么不接受呢 我就怀疑她女儿是不是就有一个男朋友 我女儿呢非常单纯 我什么都为她做主 她大学没谈恋爱呀 哎呦你都不知道她谈的什么朋友呀 穿得花里花哨的 说的不好听像个电线花 风一吹一倒的那种 走条路的飘飘飘的 哪有安全感呢我的天哪 所以我也阻止他们了 对于女儿安眠的婚姻打势 曾阿姨不敢掉以轻心 从千百个相亲对象中 选中了工作稳定 为人老实的小赵 然而 女儿安眠和小赵相处一年 却仅局限于 偶尔失法聊天 对于结婚一事 安眠始终保持 不接受 也不拒绝的态度 今天 曾阿姨带着主女婿小赵 来到现场 希望能跟女儿一个星期 并定下婚约 那么 安眠始真心喜欢小赵 想慢慢培养感情 还是如嘉宾所猜测 私下 已经有了男友 她今天 会来到现场 接受小赵 和母亲的告白吗 就是我们说 家丑不可外扬 凡事是家里边先商量 先尊重下女儿的意见 然后跟女儿商量好了 再对外 她是跟小赵商量好了 告诉你啊 我女儿不嫁也得嫁 我认准了你 就是你 这就感觉好像你是 胳膊肘往外拐 你是你们俩 我不否认小赵 一定是个好男生 但是你跟他联合起来 到这个场上来 两个人向你女儿告白 你不是把你的女儿 架在火上烤吗 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你女儿先会不会来 好吧 你们俩谁去看呢 阿姨 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好吧 我问你啊 小赵 你们将来结婚 成果在一起 是不是一天到晚 都带了个丈母娘啊 你不觉得爱情的圈子很窄吗 多一个人都是多吗 我觉得 阿姨她不会干涉我 这些包面包 你确定一定要你的妈妈 站在你旁边是吧 你确定要是吧 好吧 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明明今天不来怎么办 她应该会来吧 我觉得 她应该也是喜欢我的 如果明明将来跟妈妈之间 发生矛盾 你帮谁啊 比如说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你们结婚要办酒店 妈妈要在那个酒店办 她要在这个酒店办 你支持谁啊 我觉得我会从中调和吧 怎么调和呢 那就靠哪个好吃哪个办 你是没得救了 这种男人在家里只能添乱 她今天是紧张 她紧张 所以你站在旁边是定爱神针 对吧 如果今天明明来 她说她有男朋友 她这么长思以往 之所以跟你处处相亲 是因为不愿意 伪了妈妈的愿 不愿让她伤心 你会怎么做 我应该会尊重她的选择吧 尊重她的选择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她说她尊重你女儿的选择 那你呢 我必须这么严肃地对待你 我特别讨厌 别人总是感觉 他们别人不会不会 我很了解对方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你会怎么做 你会尊重她的感受吗 那我会尊重她的选择 真的啊 说了算数啊 有的时候那个爱啊 真的是一种伤害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哇 好漂亮 我女儿今天 小赵赶紧 好好好 交给我吧 怎么了 别这样快起来吧 今天开心 来来来小赵 来拉着手 拉着手 拉着你你的手 你看 女儿跟妈妈 想到一块去了 今天她也开心 你看 激动的都哭了 她好像婚礼现场的主食 你看 女儿今天这么高兴 都激动的哭了 自我介绍一下 女儿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我叫小敏 今年24岁 我是光哥 你为什么哭啊 是幸福的泪水吗 激动吗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和妈妈说 怎么了 怎么了 明明 你别哭啊 你一哭妈妈 你又哭 这个什么消息啊 妈妈说 我今天还是鼓起勇气 来到这里 我是想跟你表明我的态度 妈妈说 我求你不要再这样了 不要再比我强心了 我有男朋友 我不能答应小赵的求婚 你没跟妈说过呀 你什么时候说有男朋友了呀 我一直怕你张心 不敢告诉你 现在你已经把我逼到这个地步了 我再不出来说 我怕我再也没有机会 你对得起妈 对得起小赵吗 我不是故意的妈 你别过 来 妈妈跟那位站那边 去吧 来来来 过来我们要聊聊 说吧 怎么回事 你们俩站原来 你说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就是我大学 被我妈发现的那个 就那个搬着五彩斑斓那样 你不气死我妈 还跟那二婚会在一起 她今天不是那样了 她为了我改变了 妈妈先冷静一下啊 小赵 你拦着妈妈啊 你先说完 那那个 主持人能给点纸巾给明明吗 您那是我的事 那时候 我妈不同意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逃避我们两个分手 还不要我们写保证书 你就这样给我保证的 因为那时候 我妈妈身体不好 医生说 她有心脏病 你知道妈妈有心脏病 你还这样子 今天 我没有爸爸 我只能跟我男朋友说分手 早点起来啊 你有男朋友 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有男朋友 为什么要跟你小赵在一起 我没有跟小赵在一起啊 我就是怕你生气啊 你不是天天是把他出去吗 我没有天天跟他出去啊 你怕我生气 天天气死我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还不故意 我还是不要这样 你看你怎么收场现在 我只想自己 先求你同意 我只想跟他在一起 我不想和其他人在一起 那你这么跟我说嘛 妈妈多紧张你 就是因为妈妈有段不幸的回忆 你知道吗 我不想你捕我的后场 我知道 你太大准了 你知道没有 你被这人憋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容易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你老是逼着我这相亲 我不喜欢那些人 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这相亲呢 你怎么你根本不跟我说啊 我跟你说有用吗 你说这个不喜欢 那我再给你安排下一个 总会有一个合适的 我不想被你好嘛 为我好呀 什么叫为我好啊 什么都是你喜欢而已 你有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 明明如果你跟我说你有男朋友的话 我不会跟你交往的 我怕我告诉你你会跟我妈说 我不想让我妈知道你那么听她话你肯定又帮着她 而且我知道我妈 而且我知道我妈很喜欢你 所以我只能拿你当胆肩排 对不起小赵 你太努力取闹了 你真是太努力取闹了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看天真是个老公我叫你的 不是啊 他没有这样子 你不要这样说他 都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那么多 我真的想杀你俩巴掌 你怎么才这样 阿姨阿姨别别别 别别别上去 你怎么办啊小赵 行了 你俩不好尊重的站在那 那位主持人啊 这里也没有了 小赵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 阿姨阿姨你花一下 你先把那个妆容整一下 阿姨阿姨我给你叫上个更好的 没有没有没有 都怪我你还没这个福气啊 不得不好的一个小伙子 阿姨阿姨我给你上去吧 那说说你的事吧 怎么穿成这一身上来啊 我今天穿这婚纱过来 是要答应求婚的 但是不是理极的求婚 是我男朋友的求婚 我来这里也是为了能够跟我妈表明我的态度 你为什么一直有联系却一直在相亲呢 因为我妈不喜欢我那个男朋友 因为她现在自己在创业嘛 她就想说再成熟一点的时候 再过来跟我妈坦白 那为什么你跟你的妈妈说你喜欢小赵呢 有时候她问我说 那你觉得小赵这个人怎么样啊 我说那挺好的 那她可能就以为我是喜欢小赵的吧 跟她就真的是很简单的 就出去一趟就回来了 其实你也不忍心上小赵 也不忍心上你妈 就是因为她很好人 是吧 对 然后你们你跟你男朋友就两个人自己内上 是这意思吧 但是今天的结局你也已经看见了 你一直长期忍下去的结果就是今天爆发呀 其实平时我有想过说跟我妈沟通 但是她真的是太强势了 我一跟她吵她就说哎呀你怎么能这样白羊年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就懒得跟她吵下去了 我都觉得好烦的老是这样子 但是我就知道她是为了我好 那今天你到这来是准备摊牌了是吗 那你摊牌带你的男朋友来了 带了 在哪呢 他在后台 叫什么名字呀 外领 来 优星万灵 送手 你 我们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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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